所以我送给了几个单位 一个是我蔡英文小姐 还有一个是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还有一个是警政署的署长 还有一个就是台北地检署的检查系统 这个已经有回应了 好 今天比特王频道很高兴 今天又邀请到莫书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 上次莫书的影片 很多网友在留言说 那应该是属于支持民进党派的 支持民进党的他们会说 那既然这样怎么不去告呢 其实不好意思 莫书早就告了 而且现在也就是今天 我们请他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他已经做了下一步了 听莫书讲 现在目前已经有突破性的一个发展了 我们请莫书来跟我们谈一下 是 各位比特王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荣幸今天又来到高雄接受这个访问 刚才是其实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那基本上本人是在1月14号 也就是星期二就提出了告诉 因为礼拜一我是看市面上 一切都很平静 好像没有人觉得很奇怪 或有很高分辈的音量出来 但是莫书心里面觉得 跟自己的理智上是 所评估的有这么大的差距 这中间个人认为是非常有问题 所以之后的发展就是因为站出来了 所以也有一些朋友他们当时所留下来的资料 不但是汇集起来 而且越来越多 再经过仔细的去判读之后 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证据 就都已经出现了 那这种实际上的作为 我们很多朋友他们就是不了解 以为说莫书只是一张嘴在这边说 那确实在镜头前面是只有一张嘴在说 但是其实所有的动作 那是环环相扣不可以审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一些社会经验 那个人是已经是60多岁了 所以看到以前有一些选举 明显是重大疏失的情况 结果被处理的时候 只是中间选举委员会 简单讲 这是个人的疏失 说该地方有所疏失 那就发生我们的情况叫做什么 既大过 那第二年升少将 这就是我们碰到的情况 所以这一次莫书出来 第一个是有朋友提醒我说 从现在开始 你周围所有的人 你都要小心提防 这个事情很麻烦 莫书就是从来不提防人的人 那这个当然要保护朋友 跟保护自己 也必须要有一些合理的作为 所以在这个时候 莫书想的最简单就是 基督教的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 他说当你左手做的事情 不要让右手知道 所以我和我做了一些什么 基本上个人口风一定要是很紧的 最近还有1450在赞扬我 因为他针对我的内容 已经讲了好几千个字了 莫书总共回了他六个字 我说够损 他这个很会挖苦莫书 我肯定 然后非常欢喜 别人说什么东西 其实有的时候自己确实是有缺点 他如果把这个缺点不断改进的话 不是一个好事吗 为什么要变得说好像一定是针锋相对 或者说是不同的阵营就是 我们是一国的你做什么都对 那他是这个不一国的 那通通都说这个 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层次跟理念 好那接下来也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部分 也是莫书今天会到高雄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莫书在这个案子上面 现在有了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按照莫书的说法就是呢 这是一个头条 对我们也很期待 那我们现在就请莫书来公布一下您的这个突破性的发展 是 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这个造价很低廉 很便宜又买到了 这是一片光碟 是的 那请问他的内容是 是难道是非常光碟 还是航空版的 那肯定不是 是 那这个是有关于在666罢韩选举的时候 是 有热心人士或者是仗义人士啊 他去雇了真信社 去针对所有的投开票所做重点式的巡守 收证这样吗 是 结果后来 我不晓得是有心摘花还是无心插柳 最后也许就是要把一些事情公道要还租我们天地 所以就找到了一位蓝茂黑人 那一天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场景就是 下午之后天降大雨 这个大家都有印象 那这个大雨一下来的时候 等于说 把很多会被质疑做假的问题 统统都删掉了 其实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真正的所有的3C产品 它本身的时间点跟这个IP位置 完全是符合的 而且就在我们的生活圈 所以当他不管是行车记录器或者是相关拍摄 把周围的路标这一拍有 根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场里面 那是非常确定的 所以都有记录 是的 那请问一下 它里面这个光碟大概的内容是怎么样 所谓的这个蓝茂克他做了什么事情 被拍到呢 蓝茂克他按照台面上 是去了两个不同的投开票所 而且还有做一个自拍的动作 那好像是表示到此一游 我来了 然后之后把这个讯息传出去 传出去之后 他还到这个相关的某一个卖场去 ATM机里面看有没有进账 进款 哦 这样子有点像1450 他要截图 来领取他的奖赏 那也有点像车手这样 因为他还要跑去ATM 我不是那么的专业 但是其实这个当大家都觉得 有一个合理的怀疑跟好奇产生 就OK了 后来还有这个旁白补述 他还去了第三个投票所 去完成了投票 基本上这个在中华民国的自然人来讲 应该是没有机会发生 因为我们一个人只有一张身份证 而且也不可能拿到不同的选票的通知单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所以他是一个人 然后提了很多票 票没有看见 因为根据场景 刚好有一个铺层是 他那个带子后来空了 所以那个带子拉到一边 另外一边没有拉 那个倾斜的角度表示 原来的重量没有了 但是突出来一些黑色的好像是包包样 那就可能是里面有一些神秘的物体 经过投票这个投开票所之后 后来就不见了 那这个事情我个人觉得说 让我们大家有足够的联想 所以我送给了几个单位 一个是我蔡英文小姐 还有一个是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还有一位是警政署的署长 还有一个就是台北地检署的检查系统 那之前这个已经有回应了 就是应该是警政署署长这么交办下来 所以淡水侦察队的队员来找莫书 想要进一步的了解 但是个人因为收到公文说台北地检署说 这件事情发生是在高雄 就移转到高雄 后来我也收到了这个高检署 也认同这个移转的公文 这是经过公文正式的程序 随时没有问题 我就跟这位淡水检查员就说了之后 他说那没关系 你拍照给我传 因为他也是公事公办 这个事情以后就移到高雄去办了 所以莫书最近也时常跑高雄 我跑高雄其实是为了比特王来的 因为比特王相对的对于很多问题的掌握相当精准 互动之间聊天觉得说很愉快 因为我们其实大家都在共同成就一个事情 那有人是肌肉比较发达 他就多做点力气的事情 有人是脑袋比较发达 他可能要多想一些事情 莫书就比较一般一般 所以腿就勤快一点 就常常跑高雄了 莫书刚刚您有说他们有回应的 是什么内容呢 怎么样子的反馈呢 这个事情又问到点子上了 因为检查系统是我很陌生的一个区域 但是我在这一段时间 几乎给所有朋友的话 他们看过之后 那个共事就凝聚起来 就是说看不出有直接的犯罪 因为没有什么动刀动枪 或有人受伤 但是那个场景的不连接 让大家匪夷所思 因为在大禹里面又叫小黄 然后去了不同的投开票所 这里面都是说让大家觉得好奇 那我个人说就是借着这机会 把相关投开票所里面的资料文件 跟这个投开票的这个名单 名册领票数 跟报出去的这个得票数 这个事情做一个核对的话 这个案子应该是很简明的就可以确定了 因为他们也有拍到说他的车牌 现在科技那么发达 很多监视器应该也可以知道 那台车他叫的那台计程车的动线 甚至搞不好可以比对出这个人 所以是不是找到的几率会蛮大的 就是因为找到的几率蛮大 所以我后来对于蔡英文小姐跟国家安全局局长 还有警政署署长那个陈署长 特别是呼吁要来保护这个人 而不是说抓这个人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层次 之前出来因为个人认为这是明显的 可能涉及犯罪 所以是提出来 可是后来觉得因为陈署长 他在之前有非常特别跑到高雄 我们还要开记者会 说有黑道准备要介入还要监票 还有什么这些情况 等于是要加强警力跟戒备 那这个事情显然是这个一个自然人 他可以到不同的投开票所去投票 如果确实有这个事实的话 他身份证怎么能够拿到 他怎么可以进得去 或者是他投了几张票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要拟清 如果这是黑道力量有这么大了 中华民国非常危险 那我就很怕这位蓝毛黑人 他会被有灭口的问题 所以是给他们几位中华民国 算是行政跟警务方面最高的首长 去给他们做一个提醒跟建议 一定要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在做什么措施 那就是这个事情 但是绝对不应该把他的生命 一定有任何的危险或危害 所以墨书也希望这位朋友 他尽快去如果说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 也要去法院或者去地检署 什么刑事警察大队或警察局去做个笔录 做完了之后就OK 因为这个骗子已经到处都在传 国外也早就有了 所以这个事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我们民主法治里面一个活生生的人 所以不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 那顶多是他因为这个事情受到相对的处罚 但是绝对不可以把他的生命放在黑道手里 变成说有生命的危害 所以这次墨书现在这个心念已经转成说 要救护这位蓝毛黑人了 我们也是希望这个人如果他有做错事的话 希望也赶快出来认罪 甚至能够挖出他们幕后的指使的这个人 是比较重要的 那刚刚墨书您有提到说 那个国安局跟检查 警证署 警证署 国安局跟检证署他们已经有给你回应了 那现在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启动调查 国安局还没有 其实警证署算是已经启动调查了 但是这个台北地检署把这个案子移交到高雄的地检署 等于也是一个在进行 只是说个人没有能力知道他们进度跟作业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他们是叫做侦查不公开 所以说相关的资讯我不知道是对的 这是对于大家都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公平 所以我个人只能在这边呼吁说这个蓝毛黑人他的安全 我们国家系统一定要出来不能把这时间戳脱了 这个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之前高雄有一个叫做爱河的分尸案 那我就很紧张有人说会不会是他 但是我个人听到的资讯说是应该是六十几岁的人 那后来就没有消息了我也没有很注意 但是如果说以这个蓝毛黑人状况他应该是四五十是不到六十 除非说那个厌尸的情况又有什么错误的话 那就不晓得但是基本上那应该又有疫情的关系 所以也不太可能有机会去出国或者是什么长期不在 蔡政府这边可以说他们也是启动调查了 那这样子接下来的后续莫书会继续去追踪吗 这个人的事情就是说我们该尽的责任或心意表达到了就好 但是里面的如果是有犯罪事证的话 那就一定要把它查出来 现在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大家对这个兴趣的关注度 其实蛮想要看一看最后那个真相什么 真相不是我说了算一定是法院里面判出来 那个才是结论 但是在这之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所看到的资料内容去做一些不同的解读 所以也许我们甚至于可能给国中生或者是什么小学生 就给他看一看 我们不用去刻意去诱导或什么 因为这里面并没有什么血腥或者是什么 听听他们的说法其实累积起来 也可能是对于国家的这个选举教育或什么 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参考 这样讲起来我们111也有问题 然后66也有问题 那不晓得莫书 那你怎么看待这次的815呢 或者是说您有什么反制的方式吗 是 这个我个人觉得说 投票自古以来 包括未来 都是多数决 所以只要是大多数人参与的表达了他的意向 最后是用一个公平的方式去得到这个结果 就只有尊重 不管我喜欢哪一个 他是选上了或没有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尊重这个结果 所以不管是吴先生也好 这个是李小姐也好 或者是陈先生也好 我个人在我也不是高雄市市民 所以忙活不是为了他们 是为了一个理想上的公平 因为这个是才是要的 不然出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叫做没收选举权 你如果真的是敢没收选举权 那你就干脆就宣布我就独裁 不然你不要过一套这个 还要这个大家帮你背书 这个这个是不对的 好 那这个如果111有怀疑 666有怀疑 那815我们如何叫做前世不忘后世之诗 如何去做一些防堵 墨书其实有一个完整的 那我今天用最精简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这样子比较合适跟合一 第一个就是这个是高雄市市民表达意愿 所以高雄市的市民全部都尽量参与 它的好处是什么 第一个因为高得票率基本上可以防堵掉两个 大家很疑虑很顾虑的事情 就是灌票跟电脑做票 因为你再怎么投不会超过百分之百 所以如果说你投票率都达到九成的话 那后面电脑做票就没有空间了 那在这之前那个灌票 如果知道这个民情都很愿意出来投票的时候 他想要灌他都不晓得灌多少 因为手会发抖 投开票的时候随时一开都超过他公民人数 或者是可投票的时候 那超过百分之百这个肯定就是犯罪了 就不要说你到百分之百还有机会 只要超过百分之百这除了犯罪 没有任何的解释 那就手铐带了带下来 所以在这个部分墨书觉得说 我们回归本源 不管你是支持哪一个政党候选人 甚至于你出来不小心投了一张废票 但是因为你出来这个动作 你把那个投票的投票率提高了 这个就防堵掉两个很重大 而且是关键性可以改变选举结果的 那第二个呢叫做监票 这个监票绝对不是什么内奸 或者是外奸 或者是汉奸 或者是台监日监什么通通不是 就是投完票之后 大家四点钟开始一起去看开票 一之所以发生这么大的诟病 就是大家都在家里的电视机前面看开票 所以最后都跌破眼镜 因为现场的情况 墨书多方面资料来说是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监票 这个事情我不说一定对不对 但是我只讲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因为那个时候是韩国瑜先生 他的造势不管是在台北在高雄在任何一个地方 那个都是满满满满满满满 当然不代表就当选 但是至少在这个情绪上或什么 是好像银行里面这个支票上 银行里面有钱 至于经过选举有没有拿出来 那是另外的 但是呢 如果另外一个候选人 他的场子很冷清 甚至于还要动员巴士 还要这个 甚至于只有上半场下半场 因为人都要走了 他只能堆到前面去造 后面都不能造 因为椅子都空的 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是一个很穷的人 他就是一个没有钱人 结果后来突然之间变得很有钱 那这个在现代的法律上来讲说 有可能是犯了财产不明来源罪 他要交代来源的 这个是很慎重也很严谨的 那有一种说法是我们有隐性的选民 请问你人很少有隐性的选民 那那个人多到报的 他就没有隐性的选民吗 这个事情拉过去 在这种情况下墨书所看到是 有很多投开票所因为没有人 所以那个乱象非常严重 或者只有一个人 但是人单是孤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那选务人员有相当数量说 你等一等 我们事情弄完了再来找你 所以这个就有很多 照顾不到的地方就容易产生疏漏 好 那我们反过来说 这一次如果说投完了 大家就忍耐一下 就在投开票所就进去看开票 不用所有的人都来 因为肯定挤不下 但是来个十位到三五十位 这个是合理装得下的 而且是又大家戴了口罩也没有问题的 在这种情况下 众目睽睽之下看开票 他就堵掉两个 一个叫投票 一个叫混票 投票就是把某些候选人的票偷走 混票就是本来是报了这个候选人 但是他没没登记 报另外候选人或者什么 或寄到别的候选人地方 这个叫混票 这些都把它阻断了以后 那剩下来出来的 那就是合理的结果 那这个合理的结果 能够让大家尊重 这是莫书心里面中的最高标准跟道德 因为只有在公平之下的选举 我们才是被尊重的 我们才是能够走向未来的 但是话是这么说 其实之前还有一些资讯 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提前一天晚上的监票 跟一些重点部分的联访 需要请高雄市的市民一起出来 怎么说 因为在1月11号是我们的大选投票日 但是很多鹰眼部队的人 他在1月10号就回给他们的台湾队长 报告说他已经完成了投票 而且很多是有他的地方跟那个地址的 那这种截图截评出来之后 一多了之后 法官或检察官肯定是有兴趣 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 莫书之前没有说 今天又给比特王一个小头条 这个 就是所有这些去发讯息的人 请问是不是在他的当地 因为所有的投票 基本上即使是服务人员 他的投票的权力是非常神圣 要保要保障的 所以他只能在在即去当这个选务人员 找时间去投票 这个是大家轮一轮都OK的 但是如果说这个鹰眼部队的人 他跑到了他户籍以外的地方 结果还去报完成了投票 法官当然要合理的把怀疑去 去把这些事情找出来 所以是天作孽有可畏 智作孽不可活 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就完成了投票 是不是可能教室的投票区被侵入了 然后他们去做了灌票的动作 所以我邀请所有的投开票所外面 不用多20位就好 两个人一班分10班 两个小时一班 大家轮一轮 这中间电话准备好 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这些群组 一个号码 这个LINE一案就有了 然后要里长的电话 要有这个派出所分局长的电话 也要有这个110准备报案 因为有道警或什么严重的情况 还有一个是这个市议员电话 还有一个是立法委员的电话 因为这些在地的人 他们公职人员都有责任出来 共同把这一次的选举做到公正公开 那另外还有就是这个蓝帽黑客 他的跑突或者有人说是游览车 这个进出的情况 那大家就照相出来 这个出来 我们把这个资讯一出来之后 几个不同的地方 游览车去跑 这个没什么道理 因为第一个现在没什么游客了 对不对 那第二个游览车这些人出来 你又不是高雄的人 你干嘛坐游览车 对 你是高雄人就不用坐游览车 你不是高雄人 你怎么可以到高雄来投票 你要观察 你找个观察 很多地方可以观察 怎么要去各个不同的投开票所的点 这就不对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请高雄市的这些所有朋友 在39个重要的场所外面 我们还是轮20个人来布置就好了 有35个叫做驱工所 因为驱工所他们如果说下班以后 晚上还有什么灯火通明或者是鬼鬼祟祟 或者是什么奇怪都下班了 怎么还有一个还可以有这种情况呢 那当然就可以请里长请这个分局长 请这些大家出来处理一下 因为这个驱工所被侵入 表示我们的这个不但是社会治安有问题 也当然表示这一次的投票可能会遭到污染或破坏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一起来联防的 还有四个就是高雄有四个这个某些倾向 比较可疑的地方 那个我称作叫兔子窝 这四个兔子窝外面也看到 因为如果有很大量的票要运送的话 那都是要相行车 那这相行车进出大家就照一照时间 那如果后面又发现他到哪里去接驱 或到哪里去驱工所去一停的话 这个事情我们沿路都有监视器 当要这个检察官要来调这个监视器的时候 那当然就可以 那这个当事人一定要说明 甚至于说直接就堵住了人赃巨货吧 那个当然如果是干净的至少要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晚上要到这个驱工所 但是最后最后 也就是给比特王再送一个大头条 就是我们也怀疑我们的某些公权力 会过度的担忧这个选举里面 是不是会中间票物的输送会出问题 所以会派出很强大的人力来输送这些选票 因为历来这个选票都是不管 都是中央选举委员会 再来按照程序输送什么 是不需要特别的警力去介护或者是什么这些 但是如果这一次大家在8月14号就没事可以到这个各个区公所去注意一下 反正觉得这个包括后门 包括那个停车场啊什么这些路线都可以注意 如果说有特别的这个公权力有介入的迹象 而且不太合理不太合适的话 我们也都可以把它这个做个简单的收正 大家集合起来 然后也要求做一个说明 因为相关的这一部分是我们一直很好奇也很担心的部分 如果这些都能够配上都能够完成防堵的话 莫书非常期待中华民国在这一次出现一次干干净净的选举 所以任何一位候选人他只要多得一票 他就是干干净净的当选 至于是谁莫书通通献上诚挚的祝福 不管是加一或者是一个心意 或一起来祈祷都可以 因为我们已经辛苦了很久了 这个时间实际莫书也觉得到了 我们一起努力 OK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